君王与盗墓者就像是针锋相对一样 如何盗墓和如何防盗 就成为了一个针锋相对的命题 有些心狠手辣的君王 会直接将那些为他修建墓室的工匠们 就地封死在地宫中 不为别的 只为斩草出根 永绝后患 让地宫的位置无人知晓 不过这毕竟还是少数情况 大多数情况下 这些工匠还是会被放走的 那么在此时 一个问题产生了 地宫的大门都是在里面所剩的 最后一个工匠 要怎么样从地宫中走出来呢 在任何时期 盗墓这件事 都是一件极其为人所不齿的勾当 但是在古代 自愿投身盗墓的人 还是前赴后继 不为别的 就单单这份利益就足以让所有人趋之若鹜了 要说开创了大规模盗墓先河的人究竟是谁 这个人 恐怕大家都知道他 这个人就是曹操 东汉末年 曹操为了筹集军费 开创了摸金校尉制度 豢养了一批为官府服务的盗墓者 当然曹操此举 虽然说不上是什么光明正大之举 但是在那个时代之下 这种方式的的确确可以收集军费 而且还是最快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就这样 在曹操的倡导之下 社会上很快就形成了这种 盗掘古墓的不良风气 尽管后来 魏文帝曹丕尚位 意识到 这种盗掘古墓之风 不能够在社会上存在 奈何 此时此刻 可以说是为时已晚 社会之上的这种风气已经难以逆转 甚至更为夸张的是 盗墓者们甚至组成了盗墓团伙 像什么摸金校尉 班山道士等等 我们耳熟能详的盗墓者别称 就是那个时候盗墓团伙的名字 这些盗墓团伙 除了像是一个组织之外 还更像是一个技术交流俱乐部 很多流传后世的盗墓技法 都是从这些个团伙中流传而出的 作为君王 他们生前享受着荣华富贵 死后 则更是带着无数的财富 进入他们生前所修建的地宫之中 这些对于外人来说 堪称无价之宝的宝藏 足以令所有人为之疯狂 因为只要一件 就足以令他们从此过上 繁华富贵的生活了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既然这些盗墓贼会惦记着君王墓葬中的宝藏 那么作为人君的君王又岂能想不到呢 因此历代君王在为自己设计墓室的时候 都会考虑一些机关 以确保让这些打扰他们安息的不速之客 陪他们一起葬身地底 值得一提的是呢 灵墓的大门都是从里面关闭的 这也是为了防止盗墓贼 但施工的工匠们又是靠着什么安然脱身呢 事实上啊 对于修建灵墓的工匠们来说 他们并不会因为关门这件事情 就将自己的一条性命给赔上 恰恰相反 修建墓室时 工匠们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都是要被活着放出去的 一般来说 君王让他们修建灵墓的时候 都会选择技术性较强的工匠 对于成熟的工匠们来说 在修完墓室之后 总不可能把墓室的开关 留在大门之外吧 要是这样做的话 岂不是会给盗墓者留下可乘之机 因此为了日后的安保起见 墓室大门的开启 就一定会被设计在墓室的内部 原理就跟我们现在大门 所用到的繁锁原理一样 从内部将大门锁闭 以保证外面的绝对安全 然而这样的做法 又容易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要知道繁锁大门 是要从内部才能够进行的 可是这跟我们一般繁锁大门不同 从墓室的内部繁锁了大门 必然有人要待在里面 可若是墓室的内部还有人的话 这个人可能就会成为活生生的陪葬品了 那么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修建墓室的工匠们 从外面把门关上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预料 既然不存在有人繁锁的可能 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性了 大门是被某种机关控制而关上的 但凡是看过一些探险作品的人 可能都会对这么一个机关印象深刻 那就是那种落下巨型原始滚落的机关 那种机关在我们看来是不可能存在的 可事实却是 这种机关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 与此同时 它已经在考古中被发现 明定灵中就找到过这种机关 与防盗大门不同 这种机关充当的是关门的作用 具体方式也很简单 工匠们在墓悬门口放置一块感应式的机关石 只要最后一个工匠出了门之后 通过感应式控制巨石 从坡道中滚落而下 巨大的石头将门彻底封死 便达到了将墓室完全割掘的目的 除了这种方法之外 利用凹槽和石柱 也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 靠得外部的一次性机关 就能将大门彻底的封死 干净又利索 说完了关门 那么墓室封闭之后 又应该怎么样从外面将门打开呢 这自然是有办法的 首先 一般我们可能想到的办法就是 直接使用现代化的方式将门炸开 然而 这毕竟是下策 不到万不得已 自然是不会选择这条路的 古人并没有像我们这样 现代化的武器和工具 如果他们想开门的话 应该怎么办呢 这一点不需要我们担心 早在三国时期所流传下的技术中 就有着关于如何打开被封闭 墓室大门的工具 那就是拐子钥匙 这种钥匙 与其说是钥匙 倒不如说它就是一把钩子 是一个U型的钩子 用法上 这种工具的用法也非常简单 就将这种钩子 伸入大门的门缝之后 旋转这把钥匙 将封印大门的尸条 从门上立起来之后推开 随后便可将被封住的大门 重新开启 如此一件工具堪称神奇 接下来说 古代皇帝死后 有的灵鹫摆放三个月左右再下葬 为何不担心遗体腐烂呢 其实古代皇帝在离世之后 一般先进行入殓 其中又分为大殓跟小殓 通常是先将皇帝的遗体 放入香气萦绕的热水中浸泡 并且由专人进行洗浴 等洗漱干净以后 会用酒白仔细地涂抹全身 使其酒水渗透 这种做法 一般是为了起到消毒跟清除污垢 从科学上来看呢 假如遗体外面污垢跟细菌很多的话 就会很快地在短时间内发霉 因此香草擦酒是古代帝王入殓前必须的流程 这方面大家可以参考东周时代的御师 当时的皇帝死后呢 皇室负责祭祀的主官就会派遣两名专业人士 给皇帝的遗体进行小殓仪式 负负责进行小殓的两个专职小官 分别叫做裸仁和御仁 当中的御仁会提前采用玉金香草熬成的香汤 然后用黑鼠等古物酿成白酒 等到皇帝驾翁以后 主官就下令让裸仁用御仁制作的香汤给皇帝泡御 并且用黑鼠酿成的白酒涂抹遗体 据说御师仪式一般是在举行完招魂活动结束之后 然后分别由管人、殿人、外遇等官职人员举行大练 接着是穿戴皇家衣饰 然后由专人给皇帝打扮仪容 周里著书之《卷十九》曾经描述 王驾崩大四,已去 意思就是说 周朝时期的皇帝驾崩以后都会用锯 也就是黑鼠酿成的白酒擦抹遗体 以此来保持体香根防止腐烂 另外,郑璇所写的《尖》曾曰 聚唱黑鼠酒 芳香调唱也 而在贾公宴所写的《以礼艺书》也有描述 《大丧祝谕》则此酒中兼有玉金香草 故得香美也 两个作者都提到了玉金香草以及黑鼠白酒的采用 可见古代帝皇在入恋之前都很偏爱用这两种植物 而该物的效果到底如何呢? 其实是具有一定的功效的 玉金香草的香味能遮掩遗体摆放时间过长 所散发出来的腐臭味道 而黑鼠酒的酒精成分能够对遗体消菌杀毒 另外,在帝王的尸体入恋后 其灵鹫棺材里会摆放各种具有浓香的药草等物 盖药草能够脱缓遗体发霉腐烂的时日 并且还能够掩盖住臭味 通常皇帝口中会含着一颗叶明珠或者是玉珠、珍珠 据说能够震住体内的珍气不让其外露 并且使得尸体不腐烂 在灵鹫用财方面 官员们会专门地在灵鹫内撒上多层木炭跟草木炭 这些黑炭能够吸潮 并且能够阻拦空气侵入帝王的遗体 以便加入其腐烂程度 有时候,帝王一死 大臣们首先将其遗体运到皇宫冰窟里冷冻 故称为亭陵 等到小炼大炼仪式完成以后 再抬出来举行葬埋 而在皇帝灵堂摆设的数个月的时间里 皇室官员们会在灵鹫周围 摆放着很多的冰块 以冰镇的方法冷冻皇上的尸体 使其不会过早地发霉发臭 周朝时期 用黑书酒跟香汤沐浴较为流行 并且当时的古人相信能够起到良好的防腐效果 后面的朝代逐渐研发出一种拱的物质元素 即使大家都熟悉的水银 他们通过用水银浸泡皇帝的尸体 起到防腐效果 这些都是古代皇帝驾崩以后 常用的防腐防臭的方法 至于摆上几个月不腐烂的方法 主要是靠冰镇在冰窟里面 才会使尸体不会腐烂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